这个主题是畅想2030嘛 就你觉得你在2030年那个时候你会干什么 这个现在还应该还说不准 不知道是不是还在层次这个行业或者是有其他的变化 但是我觉得2030年的我应该是一个比现在好很多的人 我希望那个时候自己也可以为了什么梦想奋斗啊 然后能帮助更多的人 然后不要做违心的事情 做自己想做的事 太棒了 那这一次也是参与到了联合国的红冬当中嘛 那你与其他的青年代表接触过程当中 你觉得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因为当时是去纽约总部参加的会议 所以就会有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年代表 他们都是在为了一个整个地球 然后为了自己的国家发出来自青年的声音 提出他们自己的见解 明白 然后呢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是 其实王老师你在各个领域都做得非常好 那在这么多个领域都能做得好 你把这个归功于什么 其实我觉得首先我进入这一行业 如果我没有进入这一行业 我肯定是一个普通的还在上包装的学生 那现在我觉得首先能进入这个行业是一种机遇 然后我觉得既然有这个机会自己就要牢牢把握住 所以在涉及到接触的行业自己都非常的 不能说非常努力吧 反正没有愧对于自己 我觉得这是很好的 很谦虚 对非常非常谦虚 好那起今为止你还有什么就是想做 但是还没有做的事情吗 去玩 去玩 对 又没时间玩 对因为去年计划了很久 说要去滑雪 就没有去成为那些原因 天气因素之类的 主要是在重庆还是 没有 去国外 好 那未来的时间你会将时间和精力放在哪一块呢 可能现在可能这几个月的话会把重心放在学习上 因为之前也接了王牌对王牌的节目 可能稍微有一点忙 然后学习也没有抓得很好 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就会更多的偏向于学习 然后学习自己的一些专业知识和课本知识 然后希望都能兼顾 明白谢谢 那最后一个问题 那就是说那关于我们的同龄人 就还有什么要什么话要跟他们分享的 其实我知道同龄人可能现在 因为在上高中可能学业压力会有点重 但我觉得大家可能可以适当的放松一点 不要看得太重了 就是自己加油努力 问心无愧就好 就兴趣和学习都要保证好 对对 好谢谢 谢谢小元 谢谢 谢谢 好谢谢来这边请